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万豪酒店集团日前在文券中将西藏列为国家后,又被推特上按赞香港台湾独立推文,引起大批中国网友不满,抵制万豪集团。 今日最新消息指出,集团已将该名按赞独立的小编开除,终止与发调查文券的加拿大第三方的合作,并寄出八项整改措施杜绝类似情形再度发生。 据通派新闻报道,美国连锁万豪酒店集团Mariot日前在给中国会员的邮件中,应将台湾、香港、澳门、西藏等地列为国家遭中国政府惩处约谈,又因集团小编在推特上点赞支持上述国家独立,让中国网友认为万豪集团频频挑战中国主权及领土的完整性的底线, 因此大量退订,各方宣腾闹得沸沸扬扬。 今十七日下午最新消息指出,该名按赞独立的小编已被炒,由于该集团亚太区总裁及董事总经理施康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 目前该集团已完成事件调查并启动系列整改措施。 整改后的官方中文网站、中文版APP等近两日将重新上线,消费者有任何疑问将能用最快的速度投诉,以便集团做处理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